在中日对这部分我们要请教将军了 可以看到最近日本的福岛号等六艘巡逻航舰 是以躲避台风为理由进入到台海 那么福岛号是日本等位最大的武装化巡逻舰 装备有机关炮 可以搭载两架的超级美洲师重型舰载直升机 大陆的六艘海警船也出动 并且接近日本的海宝船 同样也是属于武装化的海警船 我想提醒各位我们想想看 自从以前是每个月来一次 美军的伯克级巡逻舰 从台海经过来确保台海航行自由 但这两个月好像都没有过了 没有来过了 从中云号跟苏州号在台湾海峡差点碰撞之后 好像这两个月都没有再听过 国防部发布类似的消息 结果我本来想说是不是美国 怕发生军事上的插枪走火不来了 就没想到他叫日本来 所以日本来这几艘 其实是帮美国来的 他不用军舰 他用海巡署的巡逻舰的方式 来台海这边表示航行自由 我觉得是日本替美国来执行 航行自由的这种做法 美国自己的军舰就不再过来了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美中双方来讲 军事方面还没有建立一个沟通管道之前 那真的是会发生插枪走火 为了避免说不必要的这种冲突干扰 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台湾马上要选举总统了 这个美国拜登也是面临选举的这种状况 那双方来讲都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面 引起不必要的争执跟冲突 尤其是军事上的冲突来讲的话 那更是可能会惺惺之火燎原 所以我想说从这两个月你看 就没有任何的美军的军舰 在台湾海峡执行自由航行的这种 政治上的宣誓意义 反而这时候日本来了 日本来我觉得是代表美国 来执行这个任务的可能性巨大 当然他不能说我就是来航行自由了 他说我来避台风的 那他有关岛啊 有这个包括日本琉球啊 这些地方可以用 他为什么不去那边避台风 要到台湾海峡 真的你要避台风的话 台湾海峡风浪是真的是最大 因为台湾海峡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因为东北季风 如果从那边吹过来的话 那东北季风风浪是很大 我们自己以前每次移防到外岛去的时候 那是官兵在船上面吐得不得了 因为那个风浪是很大 台湾海峡有点像瓶颈子 就新竹那边最窄之后宽 风从北边吹下来的话 经过瓶颈子到下面来的话 那个风浪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说躲避台风 只是他一个借口一个礼物 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对对对对 他是在执行美国的这种 航行自由的这种工作 是那我们持续也在请教将军 看到在美国的部分 强化第二岛链的防御 美国的防务新闻报道 美导弹防御局在2024号 将要对关岛综合防空反导体系 首次测试包含了标准三拦截弹 那么计划在关岛来部署 低层防空反导感测 雷达系统可以发射标准6 战斧导弹的导弹发射器 预估新建设20个防空的导弹系统 那大陆国文部也回应了 在过去曾经回应说 沉迷跟追逐霸权的人 总觉得别人都是在寄予的霸权 你会不会觉得很压抑 关岛我们都一直认为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 就一直到今天它才建立防空系统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 你美国你那么强的一个国家 在珍珠港在关岛这种地方 你早就应该有这种航空系统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建立 可见美国其实是很骄傲的一个国家 它根本就瞧不起中共解放军 认为你没有能力打到它关岛 所以它不需要 它觉得它不需要在这边部署这些武器 这种装备 你看它在韩国都做了萨德系统 反而在关岛什么东西都没有 现在才开始 那证明一件事 第一个就是解放军的东风时期 我们号称关岛快递 确实它美国都认同它可以打到关岛 所以它必须在关岛 现在才开始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现在才开始做这个 其实不只关关岛 设立这些武器反导系统 它另外在天宁岛 它也增加它一个这个备用的 建立它一个备用的这个战备跑道基地 那我特别解释一下 这个提风系统是什么 其实提风系统就是把美国海军的 伯克级军舰上面的神盾防空系统 搬到了路上来使用 也就是说它可以发射 这种我们讲标准3的这种拦截弹 标准3拦截弹是对空的 拦截飞机的 不管任何一种飞机 包括到无人机或者是这个直升机 战斗机甚至于它号称可以打到卫星 打到那么高 所以它是对空的 然后巡弋飞弹是直射的 可以对海海面舰艇来直射 所以美军在这边部署这些提风导弹系统 还有这个防空系统 甚至于它还要部署萨德系统 萨德系统这等于是中断 就是在太空之中就把敌人的飞弹打下来 部署这些代表的第一个 它开始认同这个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战力 确实可以攻击到它关岛地方 那甚至于说我们讲东风26 东风17号称是关岛快递 东风26就号称是珍珠港快递 其实美军来讲的话 可能对于这些都必须要增加 它的这种防御的能力 移植准备能力 另外我在讲还有一件事情证明说 美军自己本身来讲 它确实真的是退出第一岛链 你不管是韩国日本 对不对 还有我们台湾菲律宾 然后它自己现在加强第二岛链 关岛的 那它的这种包括它的战斗群 海岸战斗群 它就希望以岛自路 就是把这些战斗部队 陆战队派到岛上面 携带着反舰防弓飞弹 部署在日本的琉球群岛沿岸 部署这些武器跟人员 然后希望用他们这种 小量的步兵陆军的战力 来对中共的这个潜舰或者是飞机 或者是军舰来实施攻击 所以很明显从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美国退出第一岛链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